今天给大家报一个农村的暴力养殖行业 养殖500个平方 年效率差不多能够达到上百万 而且市场行情呢 一公斤都会达到最低1100元 高会达到1300元每公斤 所以养殖出来的这个商品呢 可以说就是因为它药物价值非常高 市场需求量是特别的庞大 从来就不愁 还有这个养殖行业呢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南方北方大部分地区 都是可以来进行规模化养殖的 如果市场的朋友们非常迷茫 不知道养殖什么为好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个暴力的养殖行业 是否适合你来进行发展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三龙雷哥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养殖行业 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听到之后 养殖500个平方都能够收入的上百万 是不是在吹牛呢 凡是有这个顾虑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 你更应该认真耐心的看完 看完之后呢 绝对会让你对农业的养殖行业 有一个更新的认知 颠覆所有人的三观 废话不多说 只得上干货 看看我在养殖地拍摄到的视频吧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 有的人一眼就会认得出来了 对他既痛恨又熟悉 而且又充满了兴趣 又想养就怕失败 是不是朋友们 我说的这些话 相信有的人非常明白 但是有的人是假着糊涂 这个养殖行业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养殖蝎子 蝎子养殖 在众多人眼里边 就感觉到 这是一个巨大的坑 到底是坑 还是商机呢 你耐心听完我今天的经济视频 我相信你都非常明白了 养殖蝎子呢 可以说在所有的特种养殖行业里边 可以说它是比较赚钱 而且非常暴力 它最关键的就是养殖湿度和温度 说白了 如果你养殖蝎子 控制不好温度和湿度情况下 那你就是失败 说白了就是 如果你不会控制温度和湿度 学不会 那就基本上相当于失败高度 说白了 养殖这个蝎子呢 最关键的就是这两点温度和湿度 蝎子想养好 温度必须控制在28度到39度之间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有利于蝎子养殖 是否朋友们 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 很多人都感觉这是个巨大的坑 对 没错 就是个巨大的坑 想搞这个蝎子养殖呢 必须有这个技术才能够可以 再者就是生长环境 特种养殖 特种养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养殖环境 养殖环境你选对了 搞好了 养殖蝎子基本上是不在花线 此外 大家都非常清楚 很多地方都有野生的蝎子 但是大家又明白一件事情 蝎子呢 它也属于保护的一个动物 你捉到捉多了 肯定是不行的 结果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想得出来 有可能会戴上银手镯 而且还得免费呢 是吧 朋友 所以说人工养殖蝎子势在必得 但是想把蝎子给养好 需要你付出更大的努力 我当时在现场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养殖户 可以说他养殖面积非常大 最关键一点呢 他的养殖技术 可以说力量 养殖技术 这个资本特别雄厚 他足足辈辈都在养殖 可以说养殖技术 对他而言 根本就不在话下 在他嘴里边说出来 可以说 就像小菜一碟一样 毕竟人家懂得了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搞蝎子养殖 最关键的一点 技术最优先 在这里呢 和大家说一下 也都是养殖蝎子 它的养殖这个规模和量 在声明一开始 也和大家说过了 很多人都不理解 养殖400平 也就是养殖500平方 年少也会达到上百万 这是怎么算的 那我接下来跟你说一下 我们就按照养殖20个平方来算吧 养殖20个平方 经过也就是说 五到八个月的时间 五个月也可以上市 八个月也可以上市 但是时间越长 你的这个蝎子质量品质越好 具体的还得给你这个蝎子的 个头来讲算的 养殖蝎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要着急就行了 养殖蝎子呢 可以说20个平方 它的年效益净利运 最低会达到12万元 高会达到13万元 是不成问题的 那么大家依次累推 500个平方 是不是收入上百万 而且目前蝎子的行情 也是比较乐观 在22年23年 尤其是在23年23年的行情 价格稳步在1300到1400元一公斤 行情还算相当于可以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就得看你的品质了 你品质不好 那这蝎子可以说 有可能养殖的不好 养殖不好呢 那就是跟你这个价格有关系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蝎子养殖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农业 想养殖的朋友们 咱们必须下苦心 多学习 多问 只有这个样子 你才可以把蝎子给养好 有的人都说的 哎呦养殖500平方 你不要说500平方 我养殖1000平方 现在2000平方 那得养吧 你有技术 话不能那样说 养殖蝎子 最终还得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自信条 来讲养 自己有多大脚 穿多大鞋子 这个大道理呢 相信大家呢 都非常明白 咱们就不给大家扯 大道理这块了 咱们还是说 这养殖蝎子这块吧 养殖蝎子 反正是最关键的 还是那计划 控制温度和湿度 湿度必须达到60以上 温度必须达到 也就是28度 升到30度以上 最高温度 反正是越高越好 蝎子的温度 可以说 它不怕高温 就怕低温 低温的情况下 这会造成蝎子不长 要么就是死亡的一种现象 养殖蝎子所吃的一个饲料呢 蛋白虫 还有蟋蟀 黄粉虫等等 都可以作为它的一个饲料的 所以说养殖蝎子 总体来说 还相当于可以的 做着看 视频查的朋友 您呢 敢不敢来尝试 敢不敢碰这个行业了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